各位傳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 昨天在遊行之後 大家都見到在西區和中上環一帶 有一連串的暴力行為 特區政府必須在此強烈譴責部分激進的示威者 是惡意包圍、衝擊中聯辦大樓 而且是污損國徽 公然挑戰國家的主權 觸碰一國兩制這個底線 而且是傷害民族的感情 令全城憤慨 特區政府必定會嚴肅、跟進、依法來追究 當這些暴力行為仍在進行的期間 我們見到元朗也發生了令人震驚的暴力行為 政府也一定會全力來調查、跟進、依法來追究 我在此亦予以強烈的譴責 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我們是不會容許任何暴力行為的發生 我們見到昨天在元朗事件裏面的施襲者 他們是目無法紀、肆意地去傷害市民和在鐵路的乘客 行為令人發指 我們是絕不容忍、絕不姑息 我已經要求警務署署署長要全力去緝空 讓這些兇徒成之於法 對於在元朗事件裏面受傷的市民 包括傳媒的工作者 我在此致以深切的慰問 希望他們能早日康復 各位市民 暴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暴力只會助長更加多的暴力 最終受害的是香港社會和全體的市民 所以我在此呼籲社會各界 和每一位市民 一起維護法治 向暴力說不 我現在先請保安局局長 講講最新的情況 然後警務署署長 會和大家交代昨日發生的幾件事件